台湾劳动党在声明中说 一年一度两岸最大的交流盛事 第15届海峡论坛 即将于6月16号登场 这是新冠疫情结束以来 最大规模的两岸交流活动 受到两岸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踊跃参与 台湾劳动党表示 自2009年首届海峡论坛召开起 变本着民间性 草根性 广泛性的精神 广泛凝聚两岸基层各界力量 向这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迈进 通过各领域的大交流 消除误解 化解敌意 增进认识 缔结友谊 为两岸人民心灵契合 夯实社会基础 多项民调显示 多数台湾民众认为 两岸开放交流 对消除两岸敌意 增强互信有帮助 同时也认为 两岸多交流 台湾安全才有保障 这充分说明 台湾人民多数希望 通过两岸交流 促进台海和平 也充分显示 多数民众 对于民进党执政下 两岸交流不正常状态 以及濒临战争危机的担忧 我们就是要来 肯定和支持海峡论坛 它举办的议议 同时我们也要呼吁 民进党当局 不要来蓄意地 对海峡论坛 无名化 不要阻挠台湾的民众 来参与海峡论坛 这样的交流活动 因为民进党自己也说 他们也支持两岸交流 但是实际上 他们在具体的操作上 却发出了警告 台湾民众不要来参加 海峡论坛这样的说法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遗憾 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和平交流的民心不可违 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 也不可逆 所以我们期望 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各界的社团 一起共同来推动 两岸的交流 台湾劳动党指出 事实证明 历届海峡论坛上 两岸同胞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情怀 热络欢欣参与 充分展现出两岸交流 不仅是推进台海和平之大势所趋 大意所在 更是民心所向 众望所归 绝非任何污名化所能阻挡 长相仰